上一期我们离开了空岛 准备一路向北去寻找雨林 这里有个传送舱 用碎石断铁长枪击落后失去 稍后肯定用得到的 哎呦 怎么有两套呀 那是我在你旁边也找到了个传送舱 刚击落就被你给收了 哦 很少见到两座传送机杖这么靠近的 小伙伴们 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哎呦 大师兄 被咱们给判到了 前面就是新雨林了 但是我记得你说过 现在的尖尖碰碰锤也是神器 刚好看到有线人掌 我准备来搞一些制作业吧 没错 它现在叫万侧穿心锤 等下你制作好后试试看 效果也是很炫酷的 听名字 感觉被这神器打中的敌人 都不会那么好受的节奏啊 呃 还需要两根绳子才能制作哦 这个简单 去那边草地上随便入点杂草就能制作啦 那就跑到雨林旁边的草地上 随便敲一敲咯 这里确实很多 呃 不好意思 我刚刚没仔细看 原来我身上也有杂草的 我现在可以直接制作了 好家伙 你这是专门坑队友 多做点无用功的吧 很好 现在两个人都制作好了 找个怪物去试一下 诶 你这不讲武德的家伙 居然拿我当小白鼠的 没别的意思啦 就是让你体验一下万侧穿心的感觉 你才知道它打怪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那你自己也得体验一下的 怎么样 被N多姿毒刺吃到很爽歪歪吧 你这吃牙必爆的家伙 很容易没朋友的 大哥 你先动个手 你还有理了 不跟你吃了 我来试试这鸵鸟扛得住自己锤波 诶 好像弄错了 要用右键才行 这把神器杀伤力没有那么强 对方的血量掉的不是很多 主打的就是个好玩炫酷 特效确实还不错 偶尔拿出来耍耍帅还是很有必要的 完了一会万剑穿心锤 我们进入雨林寻找神龛了 雨林自言挪在上一个雨林就已经合成好了 就等找到神龛召唤雨时生了 奇怪了 这么大个雨林 我都找了快两遍了 居然没有找到神龛 传送舱我倒是看到了 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在一个大雨林里面 也没有找到过神龛啊 小师弟 上车咱们找了个假神龛 看来这次找到了个假雨林啊 我准备离开继续探索了 哎呦 刚跑出雨林就发现了个宝藏屋的标记 那就放弃这片假雨林了 你稍等 我现在就往你的方向飞过去 飞过来多费死啊 用快足闪电矛顺移步向吗 知道知道 已经在使用了 很快就到了 哦吼 原来是冰原地形啊 到处都是冰雪 这种地方也会有宝藏屋吗 哦 这里不就是个传送舱而已吗 我只是过来把传送舱收了 宝藏屋标记在这边啊 哎呦 还真的有啊 神奇咯 冰雪居然还覆盖不了这个区域 怎么说 要慢慢挖下去 还是直接用神器破开呢 这还用问 肯定是用神器更方便啊 反正咱们想要的东西 不就是下面宝箱里面的材料而已吗 好了好了 不要太猛了 一两枪应该就能直接穿透进去了 我已经看到箱子了 里面的材料你要不要去拿下 要的要的 材料我倒是无所谓 毕竟现在有神器了 要是食物我会更加开心的 我来个去 这么拉体的 翻过冰原就看到了小渔村 看来已经到了海边了 出海的话 估计待会先找到的就是火山了 找到火山也挺好 无非就是多安扎一个大本营而已 反正后面极其三大生物也要找虚空的 也对哦 一来到海边就刮起大风 放个青鱼烟花再出海 哎 小师弟 刚刚咱们不是骑着画石龙一起出海的吗 你人跑哪了 我这边登上了一个岛屿 还发现了个海盗的家 我用快如闪电码跑到水里面顺你了 刚刚已经赶上你了 不料多顺你了一次 直接就超车了 你稍等 我马上就过去 这个海盗的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看起来好穷酸的样子 连个只风挡雨的屋顶都没有 你这是有多孤陋寡闻啊 这种地方我都见过很多次了 有个拿着鱼叉的家伙要来怼我了 那必须把他拿下 他手上那个鱼叉也是一把神器呢 使用起来也是挺好玩的 哦 我本来是想拿下箱子里面的材料就走人的 那看来必须把这些海盗拿捏了 不然我都觉得对不起我这把裂缝收割着了